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道 台电公司继101年成功标托宜兰郊西乡温泉一号地地上泉后 将持续地释出毗邻至23号地 面积合计有2333.75平 使用分区为健康休闲专用区 可以比较一般商业使用 7月11号上午10点30分将在台电总管理处召开交商说明会 欢迎有兴趣的投资人前往了解并提供宝贵意见 关于合议厂一号机在102年6月28号晚上的集庭状况 经过求证,台电相关单位说明如下 我们当时在测试机组大修刚结束 按照程序设备在大修几年经过检修 检修完了之后一定要做层层的测试跟验证的工作 所以在测试验证当下就发现了 这个旁通法主气机旁通法有异常的动作现象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噪音厘清然后去解决 那么我们就在检查的过程当中的维护人员 那么不小心去动到了接线 那么这个线一动到 才会去引动这个旁通法去做关的动作 那么一关呢 反应颅就因为高压力而跳机机停了 在这个跳机引动的跳机的逻辑 这是确保反应器安全一定要有的动作 这是一个动作而且是正常性的现象 而对于中国时报在7月4号的相关报道 台电也做出了郑重的澄清 我想简单的说 在今天中国时报刊登一则 对台电公司非常错误的报道 它的标题叫做 核一菜鸟运转员显亮核能危机 这件事情我们非常不能接受 那么它错了有两个面向来错 第一个在这一次的跳机的过程当中 运转员没有任何错误 运转员完全是按照技术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那么再来 它说我们运转员的经验不足 过度紧张 那么这个手忙脚乱 这跟事实也完全不符合了 我们没办法接受 这第一点 第二点 有关于这个反应炉的脆化脆裂 那么事实上在整个跳机过程 也没有发生这种现象 所以我觉得太耸动 针对中国时报报道 核一菜鸟运转员显亮核能危机 内容失实且标题吓人 台电提出了严正的澄清 台电影音网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一再会